工作文教基金会和管府 立正在面向工作武林町 基盘教育基金关注意识 要求受关注的国社 这会来典很在意 副管理无法民 又特别办法感谢赠 让工作文教基金会 当时不用累穿国社 要把管管省家来利用 让新住民的注入 受到更好的方向教育 最实际温暖的行动 特别对我们新住民的新台湾之子 还有弱势的族群 每个学校十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经费 那希望能够透过他们在语言学习 或课业的辅导和社团的精佛 经费上面能够对他们的这个学习 和发展有更大的帮助 同时如果经费还有剩余 他们也会针对于弱势的一个家庭的部分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战略 除了对学生有帮助之外 对于台湾联系东南亚的关系 也有很大的南向政策上的帮助 我们其实是因为看到台湾的少子化 然后我们的台湾新兴之子呢 也是在我们以后一个很重要的梁柱 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说 大家能够在很快乐的环境之下呢 学习多语言的文化 来自于东南亚 南向政策这些 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一块是我们以后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所以呢我希望说 我们能够透过更多的大家的关注这个议题 给我们更多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在第三届 第四届第五届的继续办下去 谢谢各位 基金会说 自100空四年开始 就透过来尔夫的目准 和海埔的参团 建立社会带助 对新住民的和新兴典 交互败的注意 用行动来表示 对女生的兴典的关怀和希望 也希望在省款 可以变成新住民的合同 向上合适新党的动力 台湾新闻 黄培怡 台湾伯德